新路基金會今年成立已經第31年了 那我們在提供的服務過程當中 發現我們的青年非常喜歡打籃球 那我想跟一般的年輕人一樣 只是他們要找到一起打籃球的團團比較難點 所以新路持續的去推廣 將籃球社舉辦籃球的競賽 我們就是想要創造打造一個 是讓他們可以在這裡很盡情享受打球的樂趣 創造一個共農和諧的這樣一個原地 那新路基金會要辦這樣的一個籃球社 我們每一周都會有社工老師 還有我們的專業教練 我想在專業人力上面 協助他們能夠很順利的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在這樣的一個活動過程當中 可以提供 依照每一個人人的能力不一樣 那幫助他們給他們不一樣的進去 那我想主要也是希望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讓他們去克服可能在交通上 在人氣的關係上面 還有在身體上面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讓他們能夠一個又一個的能夠順利的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籃球活動 那我想最主要的也是希望透過這樣子 也讓他們在競賽的活動過程當中 我想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自我肯定 還有在運動當中的團隊合作的這樣的一個運動精神 聽說宇晨從小就是一個籃球迷喔 對對對 因為我小時候受我爸爸的影響非常喜歡打籃球 因為從小看Michael Jordan在打籃球 所以就受影響 所以一直到現在每次只要有空檔的時候我都會去打籃球這樣 真的 聽說你從小的時候就是校隊是不是 國小的時候是校隊 然後一直到國高中 國高中之後進了演藝圈就沒有辦法再進去我籃球的目標賣錢 可是呢我們剛剛從這個媒體上的常常會看到說 你會上傳一些跟好朋友的打球運動的照片 你工作這麼忙怎麼會有空 所以我只要有空檔時間我就會三五好友我就會租一個球場 然後我找一些藝人朋友們 可能是我們上節目可能不太熟 但我們私下留言電話的時候我就會邀他們到一個球場 就是一個以球會友的概念 哇 真的是很開心 而且以前會友聽說也因此結交了不少的好朋友 對 很多很多很多 那以前也非常貼心 為了讓我們來到好天天的活動呢 能夠推廓得更加的有活力 他特別在幾週前 還像這個劇組的空檔的時間呢 來到我們的籃球社團陪這些青年朋友們一起打球 對 很感動 對 這一次很開心可以跟很多小朋友們跟他們一起打球 然後從他們跟他們練習啊 然後玩的情況就是發現他們是真的很熱愛籃球活動 然後他們其實他們好勝心也很強 好勝心有嗎 他們很愛比較 就是他就會很想要展現個人的感覺 就是不想輸 每個人都不想輸 就是上場拼的感覺在打總冠軍賽這樣 哎呀 所以感覺到好像已經是面臨到是另外一股的 對 這個熊熊的勢力高手 對 所以 所以這一次 這一次對他們講就是他們的總冠軍 所以他們每個人真的是保足全力在拼 我覺得看了就覺得很感動這樣 所以聽說你是我們籃球社團呢 做這個青年朋友一起打球的練習 對 應該是擔任我們活動的志工 結果沒想到也然加入了另外一場的戰軍 對 我很喜歡跟他們一起打球 真的很開心 我相信他們一定也很開心跟你一起打球 希望你能夠常常跟他們一起 好 好